烏克蘭告訴中共,我未準備真正談判 中共迫害法輪功報告公開,美駐華領館聲援 巴黎奧雲,以色列對陣瑪利,法國面對危險時刻 孟格拉女孩對父親表明決心,軍警無差別開場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張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25日 觀眾朋友,你是不是經常感到疲倦無力 血壓不穩定,血糖波動,或者膽固醇過高呢? 這些都是現代人普遍面臨的三高問題 根據傳統中醫理論,陰陽平衡是健康的基石 三高代謝寶專注於調節陰陽平衡,從根本上改變你的健康狀況 三高代謝寶能促進新陳代謝,恢復內臟正常運作 增強免疫力,並改善血液循環 來聽下加州劉先生的故事,他服用了3個月的三高代謝寶 血壓從145降至110,他說 劉先生的膽固醇值也恢復正常,視力變好,精神也更好了 他說 三高代謝寶由天然草本精華製成、溫和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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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自我療癒力。想要了解更多詳情,請登陸健康520網站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7月23日至26日,烏克蘭外長庫列巴應邀首次出訪北京 24日,庫列巴對中共外長王毅表示 烏克蘭只有在俄羅斯準備真正的談判時 才會與俄羅斯談判。彭博引述知情人透露 波蘭威脅撤斷中國通往歐盟的重要鐵路線 以此作為外交手段減約其中東和白俄邊境的移民危機 據烏克蘭外交新聞稿說 烏克蘭說,目前俄方尚未準備好這樣做 俄羅斯的入侵破壞了和平,延緩了發展 據法新社認為,烏中雙方立場存在明顯分歧 不過,24日,庫列巴表示 中共再次承諾不會向俄羅斯提供武器 澤連斯基表示,有明確的信號表明 中國支持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和主權 而中共外交部網站稱 庫列巴表示,烏克蘭支持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將堅持一中原則 但幾乎沒有對這一消息發表評論 公開發布過部長級會議片段 影片中沒有烏克蘭部長的任何這類聲明 自俄羅斯入侵以來,台灣一直在向烏克蘭提供援助 烏克蘭官員還在2022年訪問過台灣 據美國之音報導 戰爭時期,習近平會見普京四次 但從未會見澤連斯基 關注中國和歐洲問題的學者肯德丁說 烏克蘭在這場戰爭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 被瞄準、削弱和摧毀了俄羅斯的後勤、物質資產和領導結構 通過訪問中國,庫列巴在外交上包圍了俄羅斯 接觸了俄羅斯發動現代戰爭的技術工業來源 簡而言之,庫列巴將和普京的後台老闆對話 任何中國和平提議最終都只是俄羅斯的和平提議 而俄羅斯的任何和平提議都不會被烏克蘭接受 烏克蘭前海軍陸戰隊戰士多夫任科則認為 中共不會那麼好心,烏克蘭不必浪費時間 中共軍隊都在白俄羅斯演習了,他們不想幫助烏克蘭 另據彭博社報導,據歐亞鐵路聯盟稱 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關閉了貿易路線 白俄羅斯已經成為中國貨物通往歐盟的唯一鐵路通道 2024年第一季度的集裝商運量增加89% 波蘭總統杜達在6月底對北京進行國時訪問時 將非法移民問題和白俄羅斯邊境的貨物過境問題掛鉤 盧卡申科2日提到,杜達要求習近平影響盧卡申科和普京 讓他們終止移民 非法移民試圖強穿波蘭邊境的事件近年來是有發生 波蘭總理陶斯克指責白俄羅斯和俄羅斯將移民武器化攻擊波蘭 波蘭內政部長西莫尼亞克23日表示,自6月初以來 來自白俄羅斯的非法越境人數下降了70% 另外,24日網傳影片顯示,波蘭又拆除了一座共產主義雕像 波蘭在2016年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地方當局拆除讚揚共產主義的紀念碑 這是自俄入侵烏克蘭以來被拆除的第41座共產主義雕像 此外,據《莫斯科時報》報導,24日俄羅斯在烏克蘭港口城市 伊斯梅爾發射了一架自殺式無人機未擊中目標 飛入北約成員國之一的羅馬尼亞,在普魯魯村附近爆炸 爆炸之後,火焰和煙霧直衝雲燒,高達數百米 羅馬尼亞緊急出動F-16戰機應對入侵旗領空的事件 北約表示,北約的集體防禦原則,即第五條 意味著盟國可以提供他們認為必要的任務形式的援助來應對局勢 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羅馬尼亞 是將無人機襲擊視為俄羅斯對其的侵略行為 還是意外事件? 23日,美國防長奧斯丁在和烏克蘭防長烏梅羅夫 進行電話會談中說 我們在8個國家部署了更多高度戒備的軍隊 更大規模的演習、更高的警惕性和多國戰鬥群 北約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大 烏克蘭並非孤軍作戰 我們同約50個盟友和合作夥伴的支持 將繼續提供烏克蘭所需的關鍵能力 以擊退俄羅斯的侵略 7月22日,人權組織保護衛視 在法輪功學員紀念反對中共迫害25週年之際發表最新報告 展示中共政府在2008年至2020年間對法輪功群體 非法拘禁和判刑的數據 其中指出,中共使用刑法300條歪曲打擊法輪功群體 並且讓蓋世太保釋組織610操控被拘禁者的刑期 保護衛視最新的報告收集大約1,400宗案件 其中一半涉及刑期300條 統計發現,在2008年至2020年間 中共以第300條定罪 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的平均刑期為5.2年 很多法輪功學員在被關押期間死亡 有一些人被活摘器官 中共迫害法輪功二十多年來 普遍以刑法第300條中的第一款 所謂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 破壞國家法律、法規實施 對法輪功學員非法判決 但是有公開資料顯示 這樣的舉動完全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2000年,關於公安部關於認定和取締邪教組織若干問題的通知認定 文件中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和公安部 明確列出14種邪教組織 其中沒有談及法輪功 而在2014年6月2日和2017年2月1日的兩次解釋中 同樣沒有法輪功 也就是說,沒有法律支撐中共利用刑法第300條 判決法輪功學員的觀點 也沒有任何法律民調認定法輪功是邪教 評論人林展祥在名為網站文指出 在中國經常聽人說,政府不給練法輪功 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 法輪功在中國一直是合法的 他表示,在1999年,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出於小人妒忌要鎮壓法輪功 在開始發動迫害的時候,七個政治局常委中 除了江澤民本人外,其他六個常委都不同意 這場鎮壓是江澤民一以孤行,違反憲法 以權待法的網為結果 公開條款顯示,宗教信仰自由是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 憲法第36條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因此法輪功學員擁有信仰是合法行為 林展祥評論說,江澤民曾經揚言要三個月消滅法輪功 然而法輪功偽然不動 中共迫害法輪功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迫害是完全非法的,而行中國練法輪功一直是合法的 江澤民的個人意見和黨媒評論員文章不僅不是法律 而且要承擔誹謀、毀滅法輪功名譽等法律後果 大陸著名律師、東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張震寧指出 指控法輪功破壞法律實施,法律必須是明確的、具體的 從來就沒有什麼抽象的法律 但現在所有對法輪功學員的指控起訴書都是硬傷 無法具體指出它破壞了哪一部法律 因為不能證明具體破壞了什麼法律 所有指控都肯定無法成立 也有多名維權律師透露 中共人員辦理法輪功的案件 是通過政法委610的電話 或口頭相傳這種認識來做的 法輪功學員的刑期也是由他們定的 辦案人員知道法輪功學員不違法、不犯罪 但要聽從上頭的命令、違法的走程序 非法抓捕、非法起訴、非法判刑 整個過程都是中共的非法操縱 中共政府的行徑引發國際關注 7月23日,美國駐華市領館在X平台發表聲明說 我們莊嚴的紀念25年前的今天 1999年7月20日 這是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修煉者的日子 聲明中轉述國務院20日的公開聲明 其中寫道 美國將繼續為人權發聲 包括為宗教或信仰自由發聲 我們還將繼續追究侵犯人權者的責任 由於美國駐華市領館是與中國直接接觸的外交組織 做出相關聲明的做法受到國際關注 在藝術界 歷稱K博士的英國駐名鋼琴家卡瓦納 也發布短片《加入聲援》 據悉,K博士在短片中 同居住在德國的法輪功學員丁諾賓並兼拍攝短片 而丁諾賓的父母因為修煉法輪功在2023年5月12日被中共非法抓捕 鋼琴家卡博士表示 我和我的新朋友在一起 他的父母因為修煉法輪功被中共綁架 他表示這種迫害和跨國鎮壓仍在繼續 所以請大家關注並支持他 相關做法反映了外界對於中共長期迫害法輪功修煉者問題的高速 高度關注並且已經引發國際效應 巴黎奧運會26日開幕 預計將提前面臨關鍵時刻 24日晚在加沙局勢持續緊張的情況下 以色列隊在D組對陣馬尼隊 以色列總統克爾左格出席比賽現場 由於比賽可能遭到親巴勒斯坦人員針對 比賽場地巴黎王子公園 體育場外的安全措施顯著性高 法國內政部宣布 動員1,000名警察確保這場球賽能夠安全進行 同時 以色列新貝特安全特工 將會加入保護以色列運動員 以色列自1976年以來首次重返奧運足球賽場 而在1968年和1976年奧運會中 兩次都進入了四分之一的決賽 而在當前 由於地緣緊張局勢 法國支持巴勒斯坦的群體 因為這次比賽躁動 反對以色列代表團的舉動或導致暴力升級 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強調 這場比賽將受到反恐級別的安全保護 這對整個奧運會的安全安排 與以色列代表團的88名運動員來說非常重要 同時 由於美國、伊朗和以色列等國的代表團 成為某些群體的敏感對象 當局可能會進行某些調整 讓其在安全層面上儘量給此迴避 以色列方面 當局派出國家特工時刻保護團體成員 法國則派出警察和獻兵的精銳部隊成員跟隨 防止運動員遭到綁架或受傷的事情發生在法國本土 但是其觀眾仍然有可能在比賽期間做出危險行為 安全團隊全天後關注現場局勢 防止意外現象出現 當日的比賽最終以1比1平結束 比賽的順利結束象徵著巴黎奧運通過了首次重大安全測試 在4.8萬人就座的球場中 親巴觀眾在以色列國歌響起時發出嘲笑 但隨後熱情的球迷的歌聲掩蓋了抗議 現場界被森嚴 期間只有大約8人舉著巴黎奧運通過 出現在體育場的貴賓區 隨後遭到保安爛了 整體表現和平 馬格拉近日因公務員配額制度問題而掀起大規模抗議 雖然最高法院已在21日做出裁決 縮減了大部分的公務員配額 但是發起抗議運動的學生表示 不會放棄抗議活動 直至24日 在多天的暴力示威當中 被逮捕的人數已超過2500人 同時至少174人喪生 法新社報導 反對這項制度的學生組織 《學生反歧視運動》表示 儘管最高法院的裁決滿足了他們的部分要求 但他們不會放棄抗議活動 這個組織的一名發言人告訴法新社 在政府回應我們的訴求之前 我們不會停止抗議 在X平台上流傳這樣一段影片 參與抗議的一名女學生表示 我對我爸爸說 如果我今天慘死街頭 任何人都不要為此難過 等我的同學們慶祝勝利的時候 也請宣布是我的勝利 等取得最後的勝利再將我埋葬 這些話是我的肺虎之言 至於以後會發生什麼 我們拭目以待 目前抗議民眾已經叫出了 讓孟加拉總理哈希納下台 孟加拉政府在2018年 已經廢除了配額制度 但法院上個月突然又恢復了這個制度 孟加拉總檢察長尤丁表示 最高法院裁定 下級法院恢復這項制度的命令是非法的 最高法院判決 將保留職位的佔比從56%縮減到7% 其中參與1971年解放戰爭退伍軍人子女 保留的政府職位從30%減到5% 1%的職位將保留給原住民社群 另外1%則保留給身心殘障等人士 但這未能滿足示威者的要求 而年輕畢業生對保留給退伍軍人子女5%的配額 這項內容最為不滿 批評人士認為這些公務員職位 就是留給哈希臘領導的人民聯盟黨的忠誠支持者 學生們的訴求是完全廢除這個類別 並為女性和特定地區保留其他的配額 有推主發文說,孟格拉人民在幾乎孤立無緣的情況下堅持戰鬥 儘管死傷慘重,但並沒有客退孟格拉人民 相反的,每一個同胞的死亡反而激起了人民絕不妥協的抗爭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孟格拉的軍警無差別射光所有目標 連受傷倒地的抗議者和兒童也遭到槍殺 在孟格拉國的民眾抗議影片的下方 中國的網友紛紛自嘲 其中一人說,我是羅夫,食有毒的食物油也不敢點養 但在留言區也有完全不同的聲音 有人發了一張六四的圖片寫道 一個晚上失蹤了幾萬人,就老實了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請多謝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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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